大家好 崔老师又来给大家分享我们汉语的词汇了 今天我们是要讲两个词汇 它们是崇高和崇上 崇高是一个形容词 它一般形容是指至高无上的 高尚的 我们会通常这样说 崇高的理想 它有一个反义词 那就是baby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句 一个崇高的灵魂是从所有的举动中透露出来的 那一个人呢 如果他的人性 他的灵魂是非常高尚的 那我们从他的一举一动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第二个例句 这位老先生具有崇高的品格 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所以崇高这个形容词 它是一个褒译词 它一般后面跟理想品格等等这样形容的人呀 或者我们也可以形容一个事业 崇高的事业也是可以的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词是崇上 崇上它是一个动词 它指的是尊崇 提倡 一般我们用于表达的是我们提倡 推崇某一个观念 比如说崇上智慧 我们要推崇我们人要有智慧 我们也是一样从两个例句来看一下 中国哲学崇上的是一种庄严 理性和温柔 敦厚之美 那么中国的传统哲学呢 受到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 所以它一般是比较的温柔 敦厚 所以我们这里要提倡这样的一种处世的理念 第二个例句 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崇上 尊老爱幼 也是一样的 我们推崇 我们提倡大家尊重 尊敬老人 爱护幼小的儿童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拜拜